黄家居在华语乐坛地位到底如何?罗大佑的回答太直接,网友表示,一针见血。 不过黄家居在乐坛的地位到底如何?当初罗大佑的回答一针见血,网友表示真敢说。 很多谈点类的文章,有时候他们会把黄家居放榜首,但这就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,因为他们觉得黄家居在乐坛中地位没有那么高。 可是一些居民却认为黄家居在乐坛中地位能排得上前三,所以大家一直都在争论不休。 那小编带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香港乐坛环境,最熟悉的应该是谈章争霸的时候,然后出现了四大天王。 而黄家居当时带领住Beyond还是人气比较低的,毕竟他们一直是做原创音乐的,而且也没有公司的过度包装,人气自然比其他人低。 但相比于其他人来说,黄家居也有他的优点,没有忘记自己做音乐的初心,还有他是音乐才子。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,很多歌手都是靠公司包装,他们都是直管唱,而且大多数都是翻唱当时的日本歌手的作品,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黄家居在当时不受欢迎。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,黄家居的作品没有情情爱爱,还都是一些摇滚类型的歌曲,现在看来就是这两点制约了黄家居当初在香港乐坛的地位。 但罗大又曾说过,黄家居是香港真正的音乐人,这句话就直接代表了黄家居在乐坛中的地位。 可能大家会反过小编,罗大又说的话可信吗?但他是华语乐坛中的音乐教父,周杰伦都是他为终身奋斗目标,李宗盛都对他自叹不如。 而网友当时都一样的反应,对于罗大又这么直接,都表示真敢说啊,不怕得罪人其他人吗? 而小编觉得正是因为有罗大又敢说,所以乐坛中才不会被埋没那么多优秀的歌手。 现在大家对黄家居的争议太多了,但不能否认的是黄家居是一个优秀的才子,而且他的作品流传度跟传唱度都是很高的,这些成就大家都否认不了。 咦,你是怎么看呢?参考来源。